香蕉巧克力豆餅乾 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怎麼做 香蕉巧克力豆餅乾 那 為什麼我這麼有信心 就是可以把這個食譜分享給大家 是因為 少爺呢 他是真的很喜歡 就是我做的這款餅乾 那我自己吃也覺得 真的還不錯 所以呢 還有他很簡單 他所需要的材料和做法都很簡單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囉 第一個要準備的是 無鹽奶油180克 那因為我之前做的時候 我沒有買秤 電子秤 所以呢我都是用目測的 那今天也是一樣我懶得 把電子秤拿出來 所以我就大概用目測 那我大概一個多小時 一兩個小時之前已經把奶油拿出來 就是讓它軟化 大概就是這樣 這樣子的量 那我每次用的量都可能不太一樣 因為都是目測嘛 所以大家加減一下 當然如果你有電子秤 然後可以用電子秤去測量它的重量的話 當然是最好啦 那這就是懶人的做法介紹給大家 奶油拿出來 奶油拿出來軟化之後呢 再來重點就是 香蕉兩根 那剛好這個香蕉已經黑了 就是很軟了 所以呢很適合 就是做香蕉的點心 像香蕉蛋糕啊 像香蕉麻粉或香蕉餅 因為 香蕉它軟了 就是你要壓成泥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 因為大家就是 香蕉最好 就是你要壓泥的時候呢 就是要把它弄小塊 所以我都會習慣就是先撕一層 香蕉皮 然後用湯匙就是切小塊小塊 然後把它這樣直接切到碗裡面去 香蕉都已經切小塊了 所以呢現在就是 就繼續把它切 就是把它壓成泥狀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香蕉都已經壓成泥狀 其實不需要把它壓成太泥 就裡面如果有一小顆一小顆 就一點點的香蕉塊也不錯 就是你吃餅乾的時候 就吃起來會很紮實 香蕉泥好了呢 我們就要把細砂糖和鹽 先後的就是跟奶油一起 就是打成一塊這樣子 那 其實 應該最好是要用電動打蛋機來打 可是呢 因為我懶得拿出來 而且有的時候 你用電動打蛋機打的話 它會噴的到處都是 所以我都是用這種手動的 那因為奶油已經軟化了好一陣子 所以應該很容易就把它打散 那我就先把奶油壓軟 你看因為已經融化了 就是已經軟化好一陣子 所以我這樣一壓它就已經軟了 那砂糖的部分呢 細砂糖我們就是普通白色細砂糖 我們是需要30克 然後紅糖是需要10克 那因為我懶得用電子秤 所以我是拿涼杯 那這個涼杯其實顆度是比較大 所以就大概目測差不多就好了 那所以普通的細砂糖呢 是30克 我就量差不多這樣子的量 其實糖少一點也沒有關係 因為香蕉它本身是有甜味的 那我就把白砂糖 就倒入奶油裡面 那白砂糖好了之後呢 再加入紅砂糖 紅砂糖呢 是只需要10克 所以其實只要一些些就夠了 差不多像這樣子的量 接著呢 我就把紅砂糖 倒入這個鋼盆裡面 那所以呢 現在我就把砂糖跟奶油 就是拌在一起 最好是糖分啊 就是砂糖和鹽的部分 都可以跟奶油融合在一起 越融合越好 那我現在糖差不多 就是融得差不多了 我再加入一點點的鹽巴 那鹽巴呢 是需要1 4匙 那我也是就是都是用目測的 那 嗯 你就可以把 你 其實我建議可以把鹽 就倒一點點在手上 然後呢 如果太多 你可以把它倒回去一點 或者是就倒掉 然後就 剩一點點 就可以把它 倒到那個盆子裡面去 鹽巴倒進去之後呢 也是一樣 就是跟奶油和糖 繼續的就是攪拌一下 讓它們的 嗯 分配均勻的融合在一起 接下來呢 就是蛋了 接下來是蛋 那蛋呢 是只要1顆全蛋 那蛋就直接打到鋼盆裡面 現在呢 蛋 已經打入鋼盆裡面了 接下來就是把蛋 跟 嗯 奶油 和糖啊 鹽啊 就把它攪拌均勻 嗯 嗯 因為今天奶油融了很久 所以它已經很軟 這樣子打發的時候 嗯 會比較容易一點 像我之前 嗯 做的時候 因為 沒有耐心 就是不想要等 在室溫下軟化的時間 所以 我就用那個 小的平底鍋 把奶油直接融化 我不曉得這個 是加熱後的奶油 對 做餅乾 或是 做這些烘焙食品 有沒有什麼影響 可是 其實 那時候做起來 是真的還 也還蠻好吃的 好 那做好之後呢 我們 就是這個 打發好 攪拌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剛剛壓碎的那個 香蕉泥 倒進去 現在 香蕉泥已經倒進去了 那就是 嗯 繼續 利用你的手臂力量 和手腕力量 把 嗯 香蕉泥和奶油等等 的 打 和在一起 我認為和的差不多了 再來就是加 低筋麵粉 低筋麵粉呢 低筋麵粉 是需要240克 也是 量杯出動 就是剛剛的量杯 我沒有洗 就是繼續使用 然後把 麵粉 倒進去 低筋麵粉 240克 我就已經 倒了兩杯 那其實240克就是 嗯 等於240cc嘛 那這個是用 Liter 好 不是 生 來計算的 所以呢 差不多是0.24 嗯 Liter 差不多 就差不多就好了 慢慢的分3次左右 倒入 嗯 鋼盆裡面 那其實麵粉 最好是要過篩 它才不會結塊 可是 再一次我很懶 所以 嗯 我做甜點 大部分都沒有過篩這樣 所以呢 現在就分3次把它 慢慢慢慢的 倒入那個 蛋液和奶油 融合裡面 然後攪拌 麵團的部分呢 我都已經攪拌完成了 最後呢 我們就加入這個 巧克力豆 那巧克力豆 打開是這樣子 那 至於加入多少量呢 其實我是有很隨意的看它 嗯 覺得在 我都是看 就是巧克力豆 好像在這個麵團裡面 有分布均勻的話 嗯 就差不多 所以我沒有特別說 要幾克啊 或者是幾顆這樣子 所以我就很隨意的 這樣倒下去 倒進去 那你邊 你倒一倒 你可以先攪拌一下 看它大概分配均勻的狀況 如果覺得不夠的話 就是麵團的部分居多 那你就可以再灑一點 我已經把巧克力豆 嗯 攪拌加入的差不多了 嗯 現在呢 就可以把烤盤拿出來 然後 嗯 準備擺盤囉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我已經把烤盤準備好了 那上面要鋪一個 嗯 烤紙 嗯 因為這車裡有點卷 所以稍微要折一下 那 所以現在呢 喔 因為我們還需要時間 把餅乾都放在盤子上 所以呢 這時候可以把烤箱預熱 那我用的溫度呢 這是一百七十度 然後 然後看它的那個火候 吃到這個地方 做這個餅乾 我都很隨性 就是沒有用特別的形狀 就是 反正就一坨 就直接 嗯 弄在烤紙上 所以我都是這樣子 就瓦一湯匙 然後直接放在烤紙上 反正就是弄成 看你想想要什麼形狀都可以 但是 因為基本上它是 軟的 所以它到時候烤之後 它會擴張 所以不管你是那種多凸幾 它都會到時候會變扁平 只是它大小你可以 稍微控制一下 這樣子呢 就 完成了 接下來就是等烤箱 預熱完 預熱好之後 就可以放進烤箱 咯 呃 大家可以看到 我已經把餅乾 放到烤箱裡面去了 然後呢 然後呢 就讓它在烤箱裡面烤 20到25分鐘 呃 大概10到15分鐘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先觀察一下 餅乾的顏色 如果餅乾的 呃 這邊邊就是周圍 和上面有一點 呈現金黃色 接近有一點棕色的時候 應該就是差不多了 那因為每個人 加烤箱的 溫度和火候 都不見得是一樣的 所以還是以 目測它的顏色 是比較準的 那 嗯 等一下烤出來之後 再給大家看看囉 差不多過了18-19分鐘 那我們來看看 餅乾變成什麼樣 呃 霧氣 已經呈現金黃色了 那我差不多 可以拿出來囉 這就是烤出來的成果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些 就是比較大塊的 還是有一些白白的地方 那我會把它放進去 放回烤箱 大概再烤個 兩分鐘左右 應該就可以了 今天的那個 香蕉巧克力豆餅乾的分享 就到這兒囉 希望大家會喜歡 掰掰